歡迎您收看 我是杜萍 中國1月份CPI同比下降了0.8% 為十多年以來最大同比降幅 美國的《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內地的物價下跌 對香港的居民來說是好消息 但是也讓香港的企業備受困擾 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 跨境到深圳去採購商品 使得深圳去年的零售額增長 達到7.8% 香港的企業無法和內地同行拼價格 所以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香港總商會去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當中 只有37%的受訪港企 這個受訪的港企 預計今年可能會收入有所增長 除了香港還有誰受到內地通縮的影響呢 報導指出自2022年年底以來 中國的出口價格持續穩步下降 去年12月份下降8.4% 經濟學家們認為說 這對歐美來講也許是好事 因為歐美央行之前已經被迫 採取了一系列的大舉的加息措施 目的就是要抑制物價的漲勢 中國是全球鬥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 中國出口價格下降對較小的國家 特別是亞洲國家的影響尤其很大 這些國家面臨的風險是 中國企業因為國內需求疲軟 而向海外傾銷商品 對於一直逐漸取代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地位的 越南和馬來西亞等國來講 中國企業仍然能夠提供 比這些國家的製造商更加低的價格 好 這個是《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道 正確不正確 我們可以作為參考 反正確實有一點是客觀的 確實香港一些居民到深圳去採購物品 這個事情確實是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 那麼接下來我會就這個問題也做一下點評 我們先看一下一條相關的新聞 就是涉及到國家移民管理局23號發布公告 稱國務院近日批准增加陝西省西安市 山東省青島市為內地赴港澳個人郵的城市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感謝中央積極回應港府的建議 香港旅遊界議員也認為 這一政策將便利內地的旅客來港 提振香港的經濟 出入境管理局決定 自2024年3月6號起 在西安市青島市為符合條件人員 簽發往來港澳個人旅遊簽註 西安市青島市的戶籍居民 以及居住證持有人 可以在兩地的公安機關 出入境管理人工窗口 或設在人工窗口的智能簽註設備 提交申請 自行選擇辦理個人旅遊簽註 或團隊旅遊簽註 免予提交申請室油材料 簽註持有人 每次可以在香港或澳門 逗留不超過7天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 增加兩個個人遊城市 顯示國家主席習近平 對香港的關心和支持 尤其是在經濟發展方面 他感謝中央積極回應港府的建議 代表他們的市民 都是一些高收入 高消費的消費群 所以對於香港在高增值 過夜旅客方面是特別有幫助的 會幫助到我們酒店 旅遊 餐飲 零食等等 而過往的數字也都顯示 每150萬個旅客 就可以帶給香港的GDP增長 是0.1個百分點 香港立法會議員認為 放寬更多內地城市來港自由行 可以更加便利旅客 對香港經濟發展也非常重要 首先做到一個便利性 便利旅客來香港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從旅遊業界的角度來講 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多個城市 和香港是可以作為互為目的地 互為客源地 另外有香港旅遊業界人士指出 香港酒店方面的接待力足夠 只要知道旅客增長情況 便可更詳細地規劃人手 同時也建議提高內地旅客 來港的購物免稅額 以增加消費肉因 鳳凰事綜合報導 好 這就是剛才提到的 就是香港的消費的問題 那麼我想這一次 中央政府做出這個決定 就是把西安和青島這兩個城市 新增到港澳自由行的城市當中 意思就是說 就是當地的有關的部門 可以自行簽發赴港澳簽註 當地的居民可以自行辦理等等 就是更加方便了 每次來跟廣東省 等其他幾個省差不多 七天時間 這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經濟 所做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承諾 那在一定程度上 肯定應該會對香港的消費 經濟的發展 肯定是有積極作用的 但是呢就是光是靠這個 估計可能很難使得 香港經濟真的出現一個 非常明顯的一個恢復或者增長 主要原因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因為現在這個香港的這個價格啊 太高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香港居民到深圳去買東西呢 去深圳去消費呢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比較 就是說價格的差異啊 使得這個市民呢 他有他自己自發的一個選擇 連香港自己本身的市民 都要他去內地去消費的話 那內地人來香港 那怎麼消費呢 那價格就是會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第二個呢就是香港本身的優勢 是否還有 也就是說內地的居民到香港 澳門來旅遊 這個他們所期待的 能不能達到目標 能不能得到滿足 這個是不是有新的一些 可以值得玩的 值得消費的地方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涉及到呢 很重要的過去自由行 對香港最大的貢獻之一就在於 購物 香港作為的購物天堂啊 那時候確實是非常的明顯 對香港的經濟啊 促進作用非常之大 但是現在呢就是 就是這個關稅的問題 限額啊 這個很多人來了香港之後 可以消費 但是說要買東西帶回去 就是很困難 就是限額很低嘛 那海關查得很嚴 然後完了以後呢 你買的東西超過一定數額的時候 還要罰款或者是交稅 那就非常不值得了 所以這樣情況之下 它是個抑制作用 和這個限制啊 它使得就是在可能 大家所期待的那個效果方面 應該是大打折扣了 所以未來呢 我估計可能 不只是要增加一些新的城市 來香港自由行的這個名單呢 而且呢就是在 關稅限額的問題上 可能還需要做些調整 不然的話 香港的這個消費業啊 零售業估計可能很難 這個經營啊 也就是日子就是很難 比較困難了 就這樣 好 接下來呢就是俄烏戰事了 2月24號是 俄烏衝衝突爆發兩週年 現在沒有任何停火的跡象 烏克蘭軍隊23號表示說 俄軍發射超過30架無人機 南部奧德薩在民用機場 設施方面被擊中 造成了三人死亡 另外呢 俄羅斯總統普京 在俄羅斯祖國保衛者日 表示說現代武器裝備 在戰略核力量中的份額 已經達到了95% 之後 以後還會繼續的 全面加強武裝力量 烏克蘭軍方23號表示 俄軍連夜向烏克蘭發射 31架無人機 防空系統 記錄23架 烏克蘭南部作戰司令布城 他們成功攔截了9架無人機 但有一架擊中了黑海港口 奧德薩的民用基礎設施 引起大火 現場火勢猛烈 消防人員在瓦利堆下 發現兩具遺體 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 而在中部城市蒂涅伯 一棟9層高的軍民樓 被俄軍無人機擊中 引起爆炸 高層多個單位被炸毀 至少8人受傷 低層居民已經緊急疏散 數十名救援人員整夜在線上搜救 不排除仍然有人被困 當局在現場設立支援點 除了讓居民取暖外 也提供心理援助 俄烏戰士即將踏入第三年 烏克蘭武器彈藥持續短缺 當地有媒體引述一名西方僱用兵表示 由於西方延遲交付武器 前線正在全面崩潰 不過有英國媒體援引知情官員報道 歐洲國家正準備募集15億美元 用已向烏克蘭提供 從他國購買的炮彈 捷克總統帕維爾日前曾表示 在國外找到了數十萬火炮彈藥 如果有足夠資金 數個星期內就可以運到烏克蘭 2月23號是俄羅斯祖國保衛者日 總統普京連同防長少儀谷等 向無名烈士墓敬獻花圈悼念失去的戰士 普京當天並發表講話 向退伍軍人 軍事人員等表示祝賀 他提到 正在烏克蘭進行特別軍事行動的軍人 讚揚他們英勇地履行軍人的職責 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普京指出俄羅斯將結合戰鬥經驗 繼續全面加強武裝力量 目前現代武器裝備 在戰略和力量中的份額已經達到95% 和三位一體中的海軍部分幾乎佔100% 此外 國防工業企業 近年增加武器的生產和供應 包括高精度武器和無人機 坦克 火炮 以及防空系統 通信 偵察設備等 而下一步就是未來武器開發和批量生產 將人工智能技術引入軍事領域 而防長邵伊古當天也向軍人 頒發了英勇勳章和勇敢講章 並對全體人員在特別軍事行動期間 盡忠職守 執行任務表示感謝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烏克蘭總統辦公室顧問 波多利亞克在基府 接受了本台記者的專訪 他表示中國是影響全球規則的大國 希望中國對俄羅斯作出 符合長遠發展的判斷 近來除了俄烏戰場前線之外 其他國家也疑似有烏克蘭特種部隊人員 打擊俄羅斯利益 波多利亞克認為 俄烏戰爭其實已經外溢 戰爭關乎烏克蘭的主體性 同時烏克蘭如果贏得戰爭 也將贏得尊重和影響力 第一次我們會得到全體重點 第二次我們會得到全體重點 我們會得到極端的影響 和其他國家 和其他國家 我們會得到一家 和其他國家 第三次我們會得到最重要的敵人 很多人 然後世界會得到 世界和英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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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 和其他國家 可以得到一家 積極的財產業 財產業,財產業 谈到中国 波多利亚克也表示 尊重中国有权自主决定 与任何国家的关系 但他希望中国考虑俄罗斯的行为 是否符合长期发展目标 他希望中国能在战后 协助乌方落实 泽连斯基提出的十点和平方案 认为这样才能改变 现代世界的全球格局 同时这也符合中国在世界中 应有的影响力 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备 乌克兰基辅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21号在旧金山的一场募款活动上 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是疯狂的混蛋 普京22号回应 指拜登这个讲话粗鲁无理 又说这正好证明 他目前日前所说的 拜登出任美国总统 要比特朗普高 美国总统拜登 骂俄罗斯总统普京 是疯狂的混蛋 引发美俄之间的外交骂战 普京到达达斯坦视察时 形容拜登的说话粗鲁无理 但就说 理解美国正进入选战 而这正好证明 他日前所说 拜登出任美国总统 叫特朗普好 俄罗斯官方也火力全开反击拜登 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 指下次拜登用疯狂的混蛋这个词时 应该记住美国人认为这个词 最能与他官司缠身的儿子亨特·拜登联系起来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拜登使用这样的字眼形容普京 不仅不太可能冒犯到普京 反而贬低了他自己和美国 拜登的言论可能是为了 让自己看起来像好莱坞牛仔 但他显然没有成功 佩斯科夫还说 普京从未用过如此粗俗的词语来形容拜登 拜登是在就近山的一场 非公开募款活动上用粗话骂普京 他说因为有普京这些疯狂的混蛋等人 令他们总要担心核冲突 但威胁人类生存的其实是气候问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拜登这个骂普京 这不是第一次了 已经好多次了 曾经骂过他是个杀手 对吧 还有骂他是一个恶棍 曾经说过 这一次骂他什么 就是Sand of Bitch 我们的这个翻译 还是比较保留的 这个表态 就是说他是这个混蛋 但其实比混蛋更加的严重 也不好意思用中文说出来 那这样的讲话 对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讲的话 从拜登自己本身来讲 确实不符合他的身份 不符合国际政治的礼仪 这是毫无疑问的 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 用这种语言骂另外一个国家的元首 就是普通人也开不了口 第二个呢 对普京来讲的话 会不会造成伤害呢 佩斯科夫啊 也就是他的新闻秘书讲的 说对普京没有任何伤害 普京还是非常从容 昨天呢 他做了 做上了这个俄罗斯研制的 一架新的轰炸机 就坐在驾驶员的旁边 在空中绕了一圈之后 然后落地 接受了电视台的记者的访问 被问到拜登 对他这个爆粗口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是觉得 他的整个的回答 是经过比较慎重的考虑的 他讲到就是说 他还是支持拜登当美国总统啊 因为他这样的表现 正好跟俄罗斯 自己所想的一样的 这样一个 从他的角度 他没有只不过是没有说出来而已了 就是这个素质的总统 对俄罗斯的利益是好处的 意思大概就是这个 同时呢 也是要替特朗普来解围了 因为拜登指特朗普 是跟俄罗斯关系很好嘛 向俄罗斯下跪嘛 现在呢普京讲 我就是要支持拜登 实际上也给他戴上这个帽子 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这种相互之间的 这种个人之间的 这个言辞上的冲突 确实在两个大国领导之间 确实不应该 即使在冷战期间 哪怕是搞到那样一个危险的地步 美国总统 那个时候的总统像里根 或者是后来的老布什 也没有用这种比较下流的话 来对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威 也说不出口 这个是跟个人的素质 个人的修养还是有关系的 就是里根对当年的苏联所说的话 也就只不过是说邪恶帝国 也没有针对当时的苏联的领导人嘛 他不会针对个人 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底线 但是拜登好像不一样 虽然别看他年龄很大了 但是说话比年轻人还要冲 所以他说用这种比较肮脏的字眼 说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话 应该就是他由心而出发 就是你嘴上说得出来 心里面想可能也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他经常骂人 这是很正常的 不只是骂外国人 连到自己身边的人也骂 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例子 可能会让美国的其他的政治人物 到将来也跟着有样学样了 好 接下来就是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 23号抵达布达佩斯 和匈牙利总理奥尔班举行会谈 讨论瑞典加入北约的问题 两国还签署了国防军事工业协议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 与匈牙利总理奥尔班会晤后 双方还举行了军事合作签约仪式 瑞典政府发表声明称 匈牙利将购买四架瑞典战斗机 两国签署了防务合约 还续约了相关的后勤合约 奥尔班会前曾表示 双方将就瑞典加入北约 敲定所有位决事宜 匈牙利是最后一个 尚未批准瑞典入约的 北约成员国 匈牙利议会定于26号 就是否批准瑞典入北约 进行投票表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现在请看一下 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标题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返回寓所 泰国知名的独立学者认为 围绕他信的系列事件 已经在泰国社会引发了多重质疑 其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泰国的政治光谱 是否会再次发生改变 旅居海外的泰国知名独立学者兼评论家阿萨兰指出 他信8月反太后的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事件 让很多泰国民众对泰国的司法公正 及国家的发展前景产生质疑 美国台的尼职 他们有很多台湾的感染 有很多次发生成为 有很多事情发生 的关系和人工的发生 在大陆地的中心 在大陆地的设计 就是想说 大陆地的发生能够 在大陆地的发生 与文化的丝续 有很多件事 使用的借口 经常做出身份 同时阿萨当指出柬埔寨前首相洪森在他信假释后 玄机在21号前来会晤 引发泰国民众和世界舆论关注 阿萨当认为现在泰国社会最感兴趣的是 他信会否再次改变泰国的政治光谱 而是其他信仰是有严重的信仰是有严重的信仰 是否被违病死了或是会知道生存在社交代或是否 台湾给予人情感受支撑 因此所有人都毫严重的信仰 台湾有好用的信仰是会令他们改变 如果他们改变再来做好 他们都会被运动十分之一 但喻是他会发现像以前的信仰 可能会不会有好用的信仰 好 關於他信這個事情 大家看到剛才就是記者 所採訪的這個 所謂的獨立的學者 他的看法是其中一個看法 並非是大家的共識 因為他信本身呢 你說他犯錯了嗎 應該也犯錯了 你說他被冤枉了嗎 當然也被冤枉了 因為他是被軍人政權給推翻 然後被迫流亡15年 回來以後 然後呢就是給他定了8年的罪 然後呢國王呢 又給他免了7年 只剩下一年的入獄時間 然後這個監獄呢 也沒有做幾天 也沒有進去 然後在酒店裡面呢 就待了一段半年時間 然後國王就給他假釋了 這個過程很簡單 但是裡面充分的 這個很多很多的內容了 我們現在沒有時間說 只不過呢就是在這個複雜的 這個事情當中 用一個比較簡單化這個思維 來考慮的話呢 那泰國就沒有安寧之日 我覺得現在是這樣 就是他信回國了 也定罪了 那國王寬免了他 這個事情到此應該結束了 因為這對整個泰國的社會和發展 是有好處的 從現在開始 雙方各方都應該尋求政治和解 這個他信是因為過去得罪過國王 那國王現在給他開恩 那這個事情應該就到此為止了 所以從他信的角度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不應該繼續挑戰王室 因為過去也挑戰了很多的 這個上層社會 精英社會 被得罪了太多的人 那我覺得現在應該可以稍微低調一點 那麼從王室的角度和軍方的角度來講的話 也不應該再繼續明顯地過於干政 就是使得這個政權又導致出現很大的波折 這個對泰國非常重要 因為在整個的東盟這個集體當中 泰國過去曾經是一個典範 那經濟發展 旅遊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呢 現在大家都看著泰國 泰國不能再亂了 再亂的話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政黨 能夠從中得到更多的好處 所以從現在開始 它應該成為一個新的起點 實現民族和解 實現政治和解 然後呢 在比較正常的 平穩的這個社會和政治環境裡面 來尋求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這個才是正確的 所以不要再拽著那個 到底誰是誰不的問題抓住不放了 這個是搞不清楚 而且會產生更多的問題的 好 最後呢 請你瀏覽一下 世界其他媒體的主要的新聞報導 今天的總編輯時間就到這裡結束了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見 請你 我們下週觀看 感谢观看